2022 舞動青春 閃耀大夜社團博覽會正式開始 2022 舞動青春 閃耀大夜社團博覽會 14日在大學太陽廣場熱鬧的登場 活動一開始是由DN熱舞社同學活力試射的舞蹈揭開序幕 2022 舞動青春 閃耀大夜社團博覽會主要是 研系新生起發營新生王會等活動 大大學社團種類相當多元有服務、學藝、康樂、聯誼、體育、姿勢等 不同性質的107個社團 讓新生可以透過參與社團的活動 豐富大學生活 社團博覽會有總共 我們有動靜他的社團 有100多個社團來擺攤 然後讓新生們可以在 進來大學的階段 馬上就可以去享受他們的社團的生活 去理解他們想要做什麼樣的社團活動 然後加入社團做社團活動 那另外因為延續社團活動 我們還有加入了所謂友善校園中 那友善校園中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主要要推廣的就是行的安全、住的安全 還有就是學生毒品防範的意識的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知道你我只想知道將有條 要一起吃下去的味道才會睡最高 豐葉吉他社社長正廷表示 社團已經成立了30年期間 歷屆學長姐參加校內外比賽獲獎武術 新生不管會不會彈吉他都沒關係 加入社團後會聘請專業老師指導 讓你快速融入音樂的世界 大家好我們是楓葉吉他社 然後我們已經成立30年了 如果喜歡唱歌或者是會彈吉他的人 都可以來找我們可以來參加我們吉他社 然後不會彈吉他也沒有關係 我們都會有請外面老師或是學長姐 會一起教我們 友善校園周 另外活動也結合友善校園周 邀請警察局消防局監理站公務總局等單位到校與學生互動 透過遊戲等方式宣導安全知識 副校長葉世恩也到廠像外部單位之一 希望透過宣導推廣 提高同學對行男安全 住的安全和遠離毒品的安全意識